茄子的做法有很多种 我今天的这个做法 你肯定没有吃过 把面糊倒进切好的茄子丁里面 再简单地拌一拌 出锅没想到这么好吃 我家孩子三天两头点名要吃 清洗干净的茄子 切掉根部 再把茄子皮削掉 做这道美食 最好不要带皮 这样做出来更好看 茄子是夏天的应季蔬菜 这个夏天一定少不了吃茄子 炒着吃 炖着吃 也都吃腻了 我今天的这个做法 您可要收藏好了 把茄子切成小方块以后 再放入水中 把茄子浸泡一会儿 这样茄子才不会氧化变黑 接着大碗中 加入两大勺玉米淀粉 再往里面打入一颗鸡蛋 再加入一点清水 用筷子搅拌均匀 如果有点稀的话 再加入一点淀粉进来 最后搅拌成像酸奶一样 浓稠的质地就可以 接着把面糊 倒入控干水分的茄子丁里面 戴上一次性手套 充分地抓拌均匀 让每块茄子都能均匀地裹上面糊 接着锅中多加入一点食用油 油温六成 把茄子丁一个一个放进来 一定要一个个放 这样才不会粘到一块 开中火炸 炸制的过程中 用勺子多翻动几下 把茄子的表面炸至微微金黄 这个过程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 炸好以后控油捞出 先盛到框子里面备用 接着锅中油温升到九成 再把茄子复炸一次 一定要复炸一次 这样口感好 吃起来才会外脆里嫩 也不会回软 最后炸至金黄色 用漏勺控油捞出 再次起锅 加入一勺食用油 再加入一勺番茄酱 用小火把番茄酱炒香 炒香以后 再加入一勺白糖 白糖和番茄酱的比例是1比1 最后把白糖炒至化开 再倒入一点白醋 再加入一点点食盐 再加入半勺清水 继续用勺子搅拌 熬至起大泡的状态 最后再加入一点水淀粉 最后把汤汁熬至浓稠 熬好以后 把炸好的茄丁全部倒进来 大火翻炒均匀 让茄丁上裹满番茄酱 哇 闻着特别的香 酸酸甜甜的味道 看着也非常的有食欲 炒好以后 装入盘中就可以美美的享用啦 家里有茄子的 一定要像我这样做 酸甜开胃 外酥里嫩 一上桌 孩子们都抢着吃 喜欢的话 一定要收藏起来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关注 评论转发 点击我头像 可以看到更多的美食教程 下个视频 再见